身穿黑色上映的男子被压制在地 还不断被拳打脚踢 只因为被怀疑吸了毒 放火烧房 踹着的男子被警销人员给拉开 但另外两个人仍然压在他的头上 不断用手打男子的头部 火气相当大 回到火警发生当时 男子所住的房子起了火 阿公逃出屋外还担心亲人是否受困屋内 没幸福啊 没幸福 该死也离啊了 没有想到一次是吸毒孙子惹的祸 气到阿公直说 不知道要怎么管教孙子了 我希望他很快 火灾的时候当时你在楼下还是楼上 你也是出兵就对了 整天没头发的东西 没什么专业的事情 到底是男子恶意纵火 还是不小心引燃火事 还有待记忆目理清 但黑衣男子精神状况不稳 让附近的邻居都人心惶惶 记者五彩群六卫林 宋乔一花脸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